好了 再来关注一下新近的当红小生 仁仲 说到仁仲这个名字呢 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凭借几部这个热播剧 它的人气是迅速飙升 但是它的演绎之路 就像是它的名字一样 任仲道远 革命尚未成功 仁仲仍需努力 确实他现在很努力 在上海热拍的电视剧 全程爱恋的现场 我们看到仁仲不光是忙着在拍戏 还给我们当起了导游 这里是美日文娱播报 你先看到我后面这个背景 很明显就是一个厂房 背后还有李连杰 穿过这道帘子 是我的主场景 一个自行车店 咱们先从这个茶几开始说起 最棒的是这边 来看这边 这景色非常非常的轻 可以用一个小指把它调起来 看仁仲这番价势 还真有点自行车店店主的意思 电视剧《全程爱恋》中 仁仲饰演的林天乐 为梦想自主创业 经营了一家自行车店 其实作为男一号 仁仲绝对是气氛多 任务重 演的是天乐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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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点 但偏偏拍戏时 他还要背心之一本 就连休息时也完全咸不下来 如此体贴 难怪搭档姚迪 都曾背着镜头大夸 人重是好男人 可你或许想不到 人重这好男人 也有一个很大的弱点 我说实话 我脚挺小的 要不怎么说 人重是好男人呢 他这篇刚刚不暴起转 和他在戏中 饰演情侣的孙永迪 就立刻为其辩解了起来 我觉得你倒震一下 大哥有 不是 你去那个玉蓉雪山 我跟那个大哥 就是那个李晨 我们最后拍摄结束之后 我们俩去爬的 那个已经被工作人员 封了的那个雪山的底上 然后当时已经暴雪了 然后他们都已经被 很多人都已经互送下山了 山上一个人都没有 然后大哥就一个人在上面 探路 他特别勇猛 那晚上我就跟着他跑 然后真正到了点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个淡蓝色的 千年的冰川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还挺值得的 我还挺值得的 就算了 我还挺值得的 一定会跟是什么